那如果今天你可以给心境主唱一个建议 唯一一个哦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唱歌不是你唯一的养分 我觉得 很多人觉得 我要担心当主唱 主唱的职务角色就是要唱歌 但是其实唱歌不是 这个角色唯一的养分 就是我想要唱歌 我就一直唱歌 然后我就会成功 我就会变强这样子 其实不是 那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元素 这有很多零件的 才构成一个 我觉得成功或者是厉害的主唱 就是他是有很多要件 精神状况也好啊 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好 因为毕竟我们的乐器 是一直黏在自己肉里面嘛 不像是吉他就是 我砸烂了 我在买新法就好了 他是需要 多要件组成起来 精神状况也好 身体状况也好 增强自己这些database 就是我想要听的这些东西 或者是跟乐手的沟通 还有一些舞台上面的一些 肢体啊魅力也好 他是非常多不一样的要件 才构成的一个角色 不是我今天就是一直唱歌 然后我就会变成